从山上看,这就是这个古墓群,并不是建筑的地级,这古墓群非常庞大,这就是什么?贵族古墓群 你看那边,这块好像是种花的,就往那边,很多很多这种高大的古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高谷里因为王朝迁渡到这儿的时候,它主要是建一个叫国内城的,国内城就是在东宫平原上,就是现在那个吉安市区,这边这个密封镇都,吉安市区里边它有个城市叫国内城,然后这上面这个山城主要就是用于军事作用,但是后来又在这建了那个王朝宫殿, 所以说这两个城是互相呼应的 霖宫殿 法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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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他这个婚属也挺有意思 婚嫁娶男月女 男女结婚以后 男方要到女方去 女方要给男方建的 也叫做序屋 序女序的序序屋 要在这儿住,到女方去生活 等侄女长大了,成人了 男方可以带着女方回到男方家 草代洗衣室 在墓葬上,比较讲的后葬 都是用石棺 石棺,石棺,木用石棺 棺完以后,再封几层 用土再封几层,石棺封几层 所以说,你看吉岸这边 不有那个墓葬群吗 保存完好 有些墓葬群 跟后葬也有关系 不过这个山城 这个山城的位置确实很好 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山谷 往外有个山谷,有个口 山谷外面还有一条小河 这个位置非常 一手南宫 这个位置就是宫殿遗址 宫殿山城的宫殿遗址 建于公元198年 公元32年毁于战火 宫殿之四周以石块 累气为墙 南北长95.5米 东西宽75米 宫殿山城的宫殿遗址 这就是宫殿遗址 这边剩下的 就是这种地基了 石头垒的这个地基还隐约可见 就是这么一块地 原先建个宫殿 这宫殿位置你看也不错呀 前后都是山 看这边的封面 这个山谷 这山谷 这山谷只能从这边出去 这山谷只能从这边出去 来吉安旅游 这个关注山城 又叫国内城 一般都是要来看一看的 包括那边的 好台王碑 还有将军坟 它是有连票的 买连票也便宜 你要当买票就要贵点 因为这个宫殿山城 不是 是那个高沟黎 这个王朝的 这个宫殿 这个位置所在吗 所以说我跟大家 就是简单分享一下 高沟黎 这个 王朝 高沟黎后汉书记载 是高沟黎 是高沟黎 就是马上各个黎 简称沟黎 简称沟黎 或者是那个沟黎 它是在公元前 一世纪到七世纪 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个 古老的民族 在公元前37年 就是汉原帝建章二年的时候 由谁呢 由浮语 浮语人 有个叫朱蒙的 他在西汉 玄兔郡 境内有一个叫高沟黎县 在这建国 所以说 国号就称之是高沟黎 但是后来有学者使用 说他最早 国号不叫高沟黎 叫啥呢 叫 主本浮语 但是后来改 改为高沟黎的 你到那个啥 就是那个好太王碑那儿 好太王碑那儿 它那个碑文上有什么呢 有关于高沟黎国建国的传说 但是呢 中国史书就是魏书和朝鲜半岛 那个三国史记 里面有详细了它这个建国传说 详细的建国传说 这个三国史记 可不是咱们所说的那个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那个 这个三国史记是由那个朝鲜史学家 有个叫 金富士的 他在公元1145年就编写了 主要就是关于啥呢 关于朝鲜半岛这个高沟黎 百级还有新罗这三个国家的历史故事 他在这个史书当中啊 有详细它这个建国传说是怎么呢 说朱蒙啊 他是王室的一个术术王子 他母亲呢是是那个一个士兵 然后他受到这个兄弟之间的排挤 最后人家从那个北伏鱼出走 然后就带走了一个很小的部族 这个部族可能就是后来也就是发展了高沟黎国 主要的王祖 而且他这个建国以后呢 也合并了当地一些民族还有政权 然后慢慢发展起来的 现在他那个 咱们现在处理这个山城啊 是他的迁都 第二个迁都的地址 他最早的就是地址 刚才我说的就是在哪呢 就是当时史书记载 是废流水畔 歌声古城 就是现在辽宁省 淮仁县 武女山城那 那块现在也有意思 他最开始是建都是建在那 公元三年 然后就是迁都 迁到吉安这了 后来又过了几代王 又在这建立宫殿 建立山城 等到公元427年 后来他又迁都到朝鲜的平壤 他这就是他一共是三至两千 这个赌场 所以说 吉安这边的这个历史古迹 很多都是跟这个高沟黎王朝是有关系的 那个高沟黎国最强大的时候 就是那个立那个好台王碑 好台王是他儿人就是长寿王里的 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是比较强大 他的版图最大都到哪呢 那个铁梁 辽宁铁梁 往那边都到辽宁铁梁 包括辽东半岛 你看那时候的西汉四郡 刚才说那个玄兔 勒浪 还有就是直凡 灵吞 那都已经被他请占了 辽东半岛那边 包括这个朝鲜半岛的大部分 还有在往北 往北就是属于现在俄罗斯 好像海城外那边 那一部分 你等到这个王朝 它是存在了700年左右 后来在公元668年 就被唐朝给灭了 当时从水朝的时候 就是水朝也一直就是打这个高沟梨 然后唐朝的时候也打 经过了好多年 终于就是把高沟梨打败了 唐朝平了高沟梨 当时平了高沟梨以后 就是在那个平上 设了九都都府 而且分了是42州 100个县 设立了安都都护府 当时那个又一位大将军 就是薛仁贵 他任那个安都都护 而且是带了将近是 那个两万官兵 在那住所 就是那个司马光 写那个知识通鉴里面记载 就是灭了高沟梨以后 然后他那些王族 王室包括富民 还有几十万的百姓 都给迁到中原里了 完了靠到辽东 那个位置 靠到辽东 那部有一些百姓 就是给并入那个 当时有的叫那个啥 渤海国 就冰到那个国家了 你等到被那个就是百姓 后来那个新罗 并入到百姓和新罗了 只是很少很少一部分 你看这个高沟梨灭了 灭了两百年 那个以后啊 就是在唐朝的扶持下 就是新罗开始发展壮大了 因为那个朝鲜藩 不就那啥国家吗 高沟梨 百姓和新罗 后来那新罗出现一个分支 后来新罗出现一个分支 完了就建高黎国 但是这个高黎国呢 跟那个高沟梨 它是两个政权 它是不大关系的 因为这个高黎国是由王剑建立的 所以说这个史学上就称为叫做王氏而高黎 你等那个高沟梨呢 就是叫高氏高黎 所以说它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王朝 有些人就容易把它弄混 因为他们就是一是政权 它是不相接的 以地狱也是不相接的 管辖的地狱和那个民主 它也是就是打不上的 只不是啥呢 只不是因为都是在这一片嘛 朝前半岛北边这一片嘛 它有一些文化 还有那个民俗 是相近的 这就是高沟梨王朝 高沟梨王朝 在那个魏晋南美朝那时候 那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说到吉安这边来 基本看呢就是这个古城遗址 对 记卖和档梨王朝 嗯 文静